今天的新聞一開始 重點我們馬上帶大家來看好不好 前總統馬英九的訪問團 現在已經見到了 重慶的市委書記袁家軍 今天早上的行程 最新的消息 我們連線給我們的特派記者 李宗芳 好了 各位安仲 馬前總統大陸行 已經進入第九天 而稍早之前 他是參觀了重慶 張志宗的烈士林園 並且祭拜 而據了解 張志宗的孫子張慶成 也在現場陪同 而透過畫面 你可以看到馬前總統 他在參訪的過程當中 是全程表情凝重 甚至在祭祀的過程當中 還眼眶泛紅 在墓園默安一分鐘後 還忍不住拿出手帕 來偷偷是淚 而在原本四一獎的 這個三鞠躬李之外呢 馬前總統自己還在追加了三鞠躬 而在臨走之前呢 還特地送上這個自己的親筆簽名書簽 給這個張志宗的孫子張慶成 而到底張志宗是誰呢 在這邊為大家科普一下 他其實呢 就是在這個抗日戰爭當中呢 這個國軍死 陣亡將領當中位階最高的 他當時呢 是國民革命軍二級上將 也是第三十三級團軍的總司令 而在他在 在殉國之前呢 他其實有留下了這一段話 他說我這樣死 這樣死對國家對長官對人民良心平安 這之後呢 就壯烈殉國 而這個蔣委員長蔣介石呢 更是親自祭奠 府官痛哭 而這段歷史呢 也在馬前總統的這個腦袋裡呢 是一直留存著 所以呢 這一次大陸行 他也是刻意強調一定要來這裡參訪 而稍後呢 馬前總統將會來到重慶的兩江新區 來參訪賽利斯汽車的智慧工廠 另外呢 在下午的行程 則是參訪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 另外呢 大家都很關注的 就是他要參訪的是 他父母的母校 也就是政大的前身 中國國民黨的中央政治學校的舊址 不過呢 由於這是私人行程 不對外開放 稍後如果我們有最新的情形的畫面 再為您做連線報導 先把時間交還給棚內主播